马英九访问大陆讲了一个规律 天下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也是中国三国演义 水浒经常会宣传的这样一种历史观 其实大家不要误解 只对中华文明成立 对西方民族不成立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破解一下 所谓的西方文化的谜 到底西方文化的源头是什么 治理自己纵横天下 我是梅山剑克陈平 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的文化人类学 他的创始人就是这两本书的作者 美国的人类学家叫Marvin Harris 他也写过一本方法论的名著 叫做文化唯物主义 就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到什么呢 用生态的条件来解释 不同的生态条件底下 产生的技术 谋生的方式不同 他们就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然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制度 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破析西方文化 实际上包含了几个互相矛盾的源头 谈矛盾的原因 其实都是由他们的生态条件造成的 那么我第一个要讨论的 就是我们国内都熟悉的希腊神话 现在被说成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大家记不记得希腊神话里面 让人最惊奇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和中国文化相反 中国文化是重视家庭 农业社会 兄弟是手足 打仗还是父子一起上阵 所以家庭是非常团结 但你看希腊神话恰恰相反 他们根本就没有清楚的家庭概念 那些天神全都是乱伦的 另外更荒唐的是父子相残 希腊神话的源头就是三个大神 一个大神叫乌鲁诺斯 生了六个儿子 六个女儿 还有几百个巨人怪物 然后他就得到预言 说他的儿子要吞发他 所以他就把儿子们都打到地下去 最后他的一个儿子 果然起来造反 Klonos和他母亲合作 蒂姆盖亚合作 把Vranos给推翻了 推翻的经过还很残酷 把老爸的生殖器给割掉 西方人对生殖文化的攻击 中国人是不能想象 这是农业民主和海盗民主 游牧民主 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那么到了在Klonos这一代的时候 好了 他又怕他的儿子推翻他 他的妻子生的每一个孩子 他都把他吞下去 最后当母亲的觉得实在不忍心 就把最后一个孩子换成石头 让他吞下去 救了最小的一个 救什么呢 救后来希腊神话里的天神宙斯 宙斯又把他的父亲给推翻 我问大家这个希腊神话的故事怎么那么残酷 为什么会这样呢 等到我自己亲自到希腊去看一下以后 我立马就明白 希腊的生态环境 它是在火山地带 经常发生地震 而且爱琴海周边植物非常少 最多长点橄榄树 所以希腊的沿岸的那些老百姓 因为他自己粮食不能自饥 就被逼到海上去经商 经商呢 有贸易可做 你就赚钱 没贸易可做 你就抢劫 所以希腊的海盗和在海上的商人 他们其实是一伙人 所以我讲资本主义的源头 是希腊的海盗文化 后面呢 还要加上北欧的海盗文化 原因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残酷呢 因为爱琴海周围是地震带 经常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 大家都记得意大利还有个旁培 对不对 整个城市都被吞灭了 那么当地的老百姓 就把火山爆发 把火山底下的这些城市村庄给吞灭了 理解为什么呢 理解为父亲吞死自己的孩子 大家明白了 所以希腊的这个社会把人性理解的如此残酷 跟他的这个社会生态呢 是非常有关系的 好 我们再来看西方文化的第二个源头 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 这里放到这个 Holy Bible Holy Bible是一个什么故事 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有中文版和英文版都没关系 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四章就讲了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第三章不是讲到上帝创造世界以后 亚当和夏娃就偷吃了智慧之树的这些果实 有羞耻之心了 就被上帝赶出来 赶出来以后 第四章的故事什么呢 就是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儿子 老大是个农民种地的叫盖因 老二呢 叫亚伯 是个放羊的 然后你马上就明白犹太人的旧约 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是一个游牧民族歧视农业民族的故事 这点也不奇怪 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面 大家知道 农根民族也歧视游牧民族 认为游牧民族是蛮人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在古代的话 民族之间有偏见 歧视呢 并不奇怪 那么问题是 为什么要歧视 创世纪第四章的故事就在说 犹太人的上帝叫耶和华了 就要考验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孩子 到底谁最忠于这个上帝 听上帝的话 干嘛 去打仗 去征服其他的民族 从其他的民族到底 把他们的土地抢过来 所以这就是宗教战争的开始 那么怎么考验呢 兄弟俩呢 就要把自己的生产的东西呢 献给上帝 哥哥 盖音就把他地里种出来的农产品 粮食水果啊 就献给这个耶和华 弟弟放羊了呢 就把他放牧的羊 那时候都放山羊了 还有做的那些奶肉 奶制品 献给上帝 耶和华 那耶和华喜欢谁呢 喜欢牧羊的 不喜欢种地的 觉得种地的献的礼物呢 不够慷慷 牧羊人比较慷慷 这个也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农民种的粮食可以保存了 所以他可以储蓄 游牧民族放牧的羊和奶制品 都是不能保存的 所以我以后会讲 这游牧民族 平时的生活 那就是比农业民族要慷慷 这也不奇怪 耶和华呢 就接受了弟弟的牧羊人的礼物 没接受这哥哥的种地的礼物 然后这哥哥就很气愤 趁了耶和华没看见的时候呢 就把弟弟亚伯给杀了 杀了以后还撒谎 说他没看见弟弟 然后被耶和华发现了 就把哥哥罚到人间去 一辈子辛苦到处流亡 没有落脚点 所以你就明白 西方的游牧民族的文化 是瞧不起中国的农业民族的文化 这个农业民族也可以包括历史更早的 比如埃及 那也是农业民族 然后修水利工程的波斯帝国 那也是最早的农业民族 但是如果你是到处打仗 强加土地的游牧民族 他还觉得自己是好战的 很有光荣感 所以你要明白历史上最早的宗教战争 或者教程叫做民粹主义 也就是军事的民族主义 从哪里来 从中东地区非常残酷的生存竞争的沙漠和游牧地方 产生的这个民族来 大伙明白了 我要补充说明一下 大伙一天游牧民族都以为游牧民族是一样的 其实中东的游牧民族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在哪呢 就中东的生存环境要远比中国北方的草原要严酷 所以你看这个旧约这个圣经理的故事 他们打仗 征服不同的民族 怎么个征服法 基本上15岁以上的男孩成人可以打仗 全部杀光 把小孩和妇女 把他卖了当奴隶 所以你就知道 中东地区的始终是人口密度比较低的 但是中国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不一样 中国北方的话呢 主要取决于量 这个长城以南 雨量比较多 所以可以种地 长城以北呢 雨量少 就只能放牧了 长城以北的那些游牧民族 非常羡慕南边的富裕的农业民族 所以他们困难的时候呢 就经常越过长城来抢农业民族的庄稼 也包括抢人 那个和平时期呢 就贸易拿这个牲口 来换农业民族的茶叶啊 铁器啊 所以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和这个中东游牧民族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俘罗来农业民族的高官将领 或者抢日来的人口 不是把他们杀掉 而是要把自己的少数民族的妇女嫁给他们 包括像苏武牧阳的故事啊 还有李林的故事啊 都是这样 所以呢 你就知道中国为什么能够和久必分分久必和 这个规律只对中国成立 对其他民族都不成立的 就是因为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游牧民族 和农业民族结束以后就想要增加人口 繁衍子孙 然后呢 吸收汉族的文化 然后扩张这个版图 西方民族的话呢 因为他的生存空间少 所以他们是一个民族消灭另外一民族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他们的语言是拼英文字 到后来因为你就混血嘛 你都难以区分 谁是什么种族的 最后变成什么呢 宗教战争就变成了语言战争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了乌克兰的冲突 包括波罗的海的小国 还有什么瑞典芬兰 都要嫁进北约来跟俄国打仗 他们打的什么战争 你以为他们打的是意识形态战争 宗教战争 不 现在已经打到的是语言战争 因为血统上已经很难分辨 他们都是斯拉夫人 最后就变成语言 语言的话 乌克兰语和俄罗斯语的差别非常小 就要类似北京话天津话差别有多大 没多大 你要打仗 就变成不同的民族了 所以中国统一 秦始皇的文字的统一 杜亮恒的统一 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规律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里面给大家做一点补充的说明 好 治理自己 纵横天下 我们休息一下